哈喽 今天去中环吃一个烤鸭 这个烤鸭说是要700块钱一只 所以让我们来看一看它值不值 哎呀我走错门了 这店瞅着不行啊 但好像是我又走错门了 直接走到餐厅后厨了 坐下来点菜了 烤鸭是之前打电话预约的 只要698烟熏北京烤鸭 配五种自家特制酱料 让你带回家 另外单点了一份400元的50套餐 这是第一道菜 我现在吃的是烟火鸭春卷 春卷有点硬 里面的鸭肉就一丢丢 味道有点咸 第二道是麻辣 麻辣麻辣牛腱 味道不够麻也不够辣 酒的味道会比较重 最后一个是芝士蟹肉脚 看起来黄黄绿绿的非常好看 顶端还有铺一层起司 结果这个入口就是灾难 直接给它吐出来 皮太厚了 我觉得脚的皮很厚 又干又硬又厚 难以下眼 说实话前菜有点酸菜的 让我失望 第二道菜长得非常的丑 但是还有一个很高贵的名字叫做 香草雪鱼杂菜饼配 里麦沙拉 先来吃一口 入口尚且松软 但是多吃几口 整个饼都是软塌塌的 煎过的地方已经不够脆了 可能是放的时间太久了 味道就是普通 整体就是可以下咽 嗯 就是我们点了700块乘一只的鸭子 它来了 给 同时我们的第一道煮菜也来了 这家餐厅让我觉得有点不专业 就是还在片鸭子的时候 竟然没有戴口罩 这是被允许的吗 这个师傅在片这个鸭 这个刀工我真的想说 我瞅着 不咋地呀 这个手法 嗯 看一眼我的烤鸭皮 我的烤鸭终于上桌了 烤鸭的皮很漂亮 外皮很亮 鸭子闻起来也有烟熏的味道 很香 这个皮真的很脆 烤鸭料的味道也很明显不会不入味 尤其是蘸完白糖之后就 哇 油脂和糖分完全化在嘴里 超级爽 再蘸一块 自从我看了天下无贼之后 我就好喜欢吃烤鸭 我就超级想吃烤鸭 我每次去深圳 我朋友问我想吃什么 我就说我想吃烤鸭 他们就跟我说深圳人不吃烤鸭 带我去吃潮汕牛肉锅 椰子鸡 但我就是那种越吃不到 满脑子都想着烤鸭 我吃饭睡觉走路想的都是烤鸭 所以这次在香港 专门找了一家有名的烤鸭店 去吃一吃 这一块我蘸的是黑松露照烧酱 比起传统的甜面酱 这个酱汁会偏咸一点 但是松露的味道非常浓郁 酱汁里还会有松露的小颗粒 我以前吃到最好吃的 我感觉来这里吃鸭子就懂了 没有必要点一些 有的没的 直接上鸭就完事了 来一片酱料混合版的77看 这一口我蘸的是山药泥的酱 我就觉得那个酱太大了 有点像酸奶 不太适合裹着鸭子里面吃 这是辣椎辣酱 辣椎香是美术 我是喜欢蘸很多很多酱一起吃 就超爽 因为我不要这样 再加一块肉吧 虽然我们点了一整只鸭子 但是它刚刚上来那一盘 有三分之一都是皮 剩下的肉其实没有 但是其实仔细看就是刚刚这两台吃肉这些都是鸭皮 所以它肉可能就只有在十几片左右 忘记吃我的主菜了 这道叫龙虾汁大虾球 这道菜一般看着图片就能想象出什么味道 虾仁算是爽口 菜名里写了龙虾汁 但是吃起来就像是土红的番茄汁 第二道主食 鸡汁马道杏鲍菇 这是我目前吃到最好吃的菜 鸡汁非常的鲜 质地也比较厚重 配上杏鲍菇跟豆子一点都不腻 最后还剩紫片烤鸭 我决定全部给它干完了 这包一个超级大鸭 来一个吴师傅专门包鸭方法 瞧这娴熟的手法 今天的烤鸭唯一我不百分满意的就是肉质 我觉得不够松软 肉质不算老也不算热 但都在接受的范围内 能在香港吃到这么好吃的烤鸭 也没有什么好敲气的了 最后一道菜的名字也非常的浮夸 它叫和牛麻婆豆腐配黄金饭 麻婆豆腐 然后这个是米饭 看这是我的手掌 真的要说一下这家店的菜名都太花里不少了 这道菜叫做方包脆豆奶盒 配香榴莲甘露素眼窝 简称洋芝甘露 最后一道菜叫做方包脆豆奶盒 不少吃干扰的